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干哥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款焦猛的这个安仔鲜的pro版本 然后它一个正常版本 这里是一个金色的 我们这个是一个pro版本 这个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红色的 安仔鲜的一个特质 然后用的是一个这个968的同款结构 内置的 这款底板的我们搭好几次了 然后说它的配焦 我们正手配的是个尼奥的蓝手 反正配的是这个焦猛的 奥米加这个7 这个是一个球手借给我的板子 它之前贴的是这个焦猛的中国框 当时它给了两块板子给我试 然后一块就是这个pro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个普通版本 配的同样的焦皮 普通版本打起来 感觉跟这个差别差的真的很多 这款底板先说总结 这款底板打起来 我觉得是我测试过这么多底板 就是别的厂家去做这个底板 做的最像968的底板 整个手感打起来跟968的感觉是非常像的 整个磁球啊这些感觉都很像 我觉得基本上达到九层以上了 基本上九层左右 这个又是一个大版面的 160版面的一个板子 普通版本是150的 打起来就是这个板子呢 它又跟968的配角有点不一样 我之前贴的是橙海绵的 感觉就打起来很硬 但这是贴的一个蓝海绵 打起来就很舒服 最舒服的还是它贴的 当时贴的这个中国光 打起来这种果冻感非常的强烈 感觉呢它整个大型压缩起来 也确实没有968的大型压得这么好 但是整体的一个感觉下来 我一定我觉得做的特别像 红双喜的手感就是这款底板 然后我们进入到这个视频的环节版 打打看这个板子在视频中的表现吧 最近很多粉丝去问我这款底板打起来感觉怎么样 我刚好找球友去接到了这款底板 这款板子相比于它普通的一个版本的话 板面是做大了整个打起来的感觉 有明显的这种吃球感 相比于别的厂家去追求这种外置的手感 这款板子做一个内置手感 是做的特别纯粹的 打起来要很明显的这种抓球的手感 有这种吞吐的一个过程 打起来特别有这种968的感觉 但是在配角方面的话 它的中国光配在中手相比狂飙会好一些 显得更加的通透 这种果冻感更加的明显 整个出球有明显的这种喷弹的手感 但相比968的话 補线没有那么长 我觉得这应该关乎那款大型的问题 整个補线没有968拉的这么的长 如果它的反手会配的是这个欧米加7的话 打起来感觉它相比968的话 反手更要的扎实一些 所以为什么当时我去借了这款板子没有 借普通板给大家评测 普通板的板子有点像脏本质合的感觉 整个形变做的比较偏差一些 打起来感觉整个大型是有些发誓的 但是这款板子整个大型要么一些好很多 而且它是一个160的版面 我第一次打起来甚至觉得它比自明的968还要好打 然后包括它的整个一个旋转方面 我觉得做的很好 但是这个板子打起来一样的感觉 整个重型比较偏板头 感觉还是特别重的 这也是我第一次去打这个交猛的底板 感觉上还是特别友好的 整个反手的一个出球的速度也做的比较快 明显比968这个板子在反手的更要有速 可以整个手感的做的是比较扎实的手感 并没有出现那种空的手感 然后整个出球这个旋转方面的话 相比968的话稍微的差了一些 还有这红线的保护能力上面 比968也稍微的偏差了一点点 然后因为这个160的版面 确实搭起来打箱子起来 打连续起来确实特别的重手 然后这款板子在旋转能力方面的话 我认为做的还是很好的 因为它有明显的这种抓球的一个手感 所以打起来我感觉跟968的手感特别的相似 整个控制环节的话 相比968稍微的偏弹了一点点 但是考虑到这款底板目前在售的情况下 销售的一个不明朗 国内目前没有人去代理购买渠道的不明朗 然后价格也比较偏贵 有需要的话 大家可以等等后期看是不是有大户 所以现在我们这起平车到只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